歡迎收看《儀師好辣》 好 馬上歡迎我們四位的帥哥美女 好辣儀師團 我們接下來三位特代賓 這個吵架是雙方面的 不管是夫妻 情侶 或者是親人 對不對 但是常常呢 最親近的人呢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就是 雙方有雙方的戰爭的時候呢 要怎麼樣調整改變 第一個就是 你都對你爸比較好 我為了你們才沒離婚 媽媽一輩子 不是為了這個家 對不對 你爸爸在外面 你跟他一聽到嗎 搞新年三的 我兩個多久 我們希望乃哥講得好順喔 問題是誰 夫妻如果感情不好 其實這些話是最常出現在 生活裡面的 然後像我就是一個 從小到大我父母親 從我小吵到現在 到現在喔 一個八十幾歲 一個七十幾歲喔 講的話還是沒有變喔 還在吵 你看他們多堅持 這段婚姻 就是因為兩個會吵 才在一起 真愛真愛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就有點尷尬 就是說 像我們這種小孩子 就是我們又嫁個老外 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沒有那個婆家的問題 所以對我們來講 就是我 我現在每次時間到 例如說連假子 他都提醒我說要不要回家了 然後但是我回去 就有點尷尬 就是因為我爸爸媽媽 他們就好像習慣性就是 很多性都要找我處理 例如說我媽媽如果要懶頭 什麼都要等到我回去 我媽媽帶去懶頭髮 對 感覺好像我的車 沒有我坐我的車 他不去懶頭髮 就是然後我爸爸 一定要等我回去 然後帶他 陪他去跟他送禮 或是因為過年過假送禮 所以我每次回鄉下 其實我的時間 都非常非常的緊湊 那有一段時間 就是剛好家裡 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我媽媽 跟我有些情緒上的對抗 乃哥你剛才講的沒有錯 就是因為親戚人講話 是越殺傷力越強 你知道嗎 我媽媽是那一種會直接 我告訴你 我幹嘛掛電話那一種 我媽的情緒跟我一樣 非常活爆的 是 對 然後因為那一年 我又要去美國 你媽媽應該也叫老外的 你媽媽 基本上老是在外 也是老外 對 然後那一年就是 剛好我要去美國 然後我想說天哪 我如果 可是那次我真的非常生氣 因為其實像 我身心科醫生我就常去看 對 因為我每次只要 跟我的父母親有很大的 情緒上的問題 因為我其實小孩子 有時候受到很大的傷害 我都會習慣去找智商師 可是我那一年是很生氣 我就覺得說 每次你都這麼的無理取鬧 每次都是我先處理我自己 然後我來低頭 結果那一次我就不想這個樣子 可是我想說 可是也不行 我如果去一趟美國回來 中間隔三個月 會發生什麼樣的演變 也不知道 有一件事情 卡在心裡面三個月 那有多不舒服 而且是那種情緒很高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想 我想想說不行 我還是得要回家去 跟我媽媽處理這個事 就我要回去的同時 我爸爸就知道我要回去 他就非常開心 他就開始安排他的飯局 然後就跟我說 那幾點幾 你跟馬修一定要到 什麼什麼的 我回到鄉下才四點 我就趕快溜到我媽媽身邊去 我正在那邊要聽她講話 然後她就一邊一把 啤啤啤啤啤 原來是哭 我爸爸怎麼樣怎麼樣 他為了我們也就是 為什麼那麼不孝 什麼都對你爸爸比較好 我如果沒有因為你們 我現在也不會跟你 還在這個地方 我們找家裡 或者就在那邊聽聽聽 然後就趕在那邊 一邊趕 我爸爸一直手機一直 來著 然後在那邊 開始看 對 媽媽 還不能跟你講說 要跟爸爸吃飯 對 不敢講 對 然後等一下還比較好的 衛生紙用掉一包了 然後我就 好 媽 你要休息一下嗎 你要吃飯了嗎 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你說好 你要去哪裡 沒有 我要去 我們教練有些事情 我去看看這樣 然後我媽媽一進房 我就趕快 夾著我現在 跑到 因為他們兩個沒有分開住 然後跑到我爸媽那邊去 然後我就跟我爸他們去吃飯 怎麼樣 吃完 電話又一直來 我媽媽的電話就 我媽媽一直電話來 然後他去哪裡 他怎麼回來了 好 我要回來了差不多了 處理了差不多了 吃完飯八點半 然後我回去 然後又坐三邊 又進去陪我媽媽聊天 好了 都是我不好 對 我都不應該講這種話 好 講完了 整個都搞定了 晚上十點 不過我到房間去睡覺的時候 我先生看著我說 你怎麼了 我說我怎麼了 他說 你的眼睛 我整個眼睛 危險款破裂 天啊 什麼壓力太大 對 因為 你就是夾心餅乾嘛 對 因為 而且我跟你講那一次的狀態 真的就是 因為我如果沒有處理好 我覺得應該 大家那三個月都不好過 而且我相信 我在美國也不好過 所以可能 身體的負擔 跟情緒上的負擔 太大了 對 所以我整個 又有些威脅管 就大破裂了 真的很可憐 其實我們情緒勒索 有四種大類型 對 像剛剛丁丁姐說的 那就是比較是 那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施暴型 施暴型是說 如果對方不照自己的話 做的話 他可能就會用一些 或是就是用一些 暴力威脅這樣子 對 那常常見 比如在 子女的當中 我們會看到說 可能媽媽就會說 如果你不聽我的話 你就給我滾出去 你就不要再回來 斷絕母女關係 斷絕母女關係 是 沒錯 這是一種 言語上的施暴 對 那另外一種就是 自虐型 自虐型就是說 會用說 如果對方不順自己意 就會傷害自己 你如果不聽我的話 我就死給你看 對 悲情 對 悲情還是會利用對方的 比如說 像他覺得有一些罪惡感 然後 讓他就是達到他的目的 然後像有些 我有些案例是說 媽媽就會跟小孩子說 我知道都是我不好 我沒有讓你 有一個好的生活 所以你現在不願意 就是聽我的安排 我可以理解 他跟你講的也是事實 對啊 如果 對 是啊 對啊 你講的也是事實 對啊 萬一就傻子 我就不相信 他還是講粗口 不是萬一 對不對 他就沒台階下了 對 他演不下去了 對 然後第四種類型 是 玉琴顧重型 玉琴顧重型 我覺得比較高招 他就會先開給你一些好處 就比如說 如果說你答應我的話 我就給你說 比如說兩倍的利用錢 或是給你多一點的東西 但是如果妳不同意我 或是不順著我意 這些可能都沒有喔 爸媽還有一種就是 反正我這家以後也留給你們啦 我的遺產是你們的 你現在聽我的 不然我這些都是你們的 都異形互種耶 還有一種 我要走了 還有一種是魂達都有 都有的 就是魂達 魂達 就是魂達 請我告訴你啦 這幾大類型啊 就是窮窯電視劇 不是嗎 八點檔也是吧 可是你這麼說 因為我從小是活在八點檔裡面 是 而且我今天真的是 抱著生命危險的 上這個節目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在節目上 講到我媽 家裡面的事情 對 我告訴你 我媽回去只會跟我講說 我曾經就我媽跟我講 她說 我跟你說 你要不要再在電視上說我 不然 我跟你說 我不是你媽媽 她就這樣跟我講 我就說八點檔台詞了 我媽媽就跟我講 我說 你在講什麼 而且因為我沒有任何兄弟姐妹 我從小就是常常要 夾在中間 對 就要聽我媽媽講 我爸爸怎麼樣 然後我爸就是會悶著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 我爸很可憐 有時候會覺得我爸很可惡 因為都是從我媽這邊聽到的 然後聽到就看到我爸就是 我爸有時候也是悶著 悶不吭聲不講話的那一種 然後我媽就會覺得 所以我爸就是不顧這個家 他很辛苦 他以前多少人追他 他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選這個人這樣 這個人 這個人 結果還在外面那麼花天酒地 然後也不顧家 我現在想 我也都是這樣子 從小念書念到大 我還出國念書 我覺得我爸也沒有不好 就是花了一點 然後我媽就覺得說 我就是為我爸講話 是 我媽就覺得我在我爸那一邊 而且甚至到我爸後面生病 到他走之後 我媽媽突然有一天跟我講說 我怎麼夢到妳爸爸呢 我說怎麼了 她說 我夢到妳爸爸嗎 自己還沒本錢 勒不勒索 我就覺得說 怎麼了 你怎麼還活在那個框框裡面 所以就有覺得 有時候覺得我媽媽挺可憐的 然後有時候又覺得 就是所謂的那種悲情牌這樣子 可是又覺得說 所以有時候你好無理取鬧 她有時候也是會跟我講說 妳如果沒回來 我不知道我要去買我的膚蓮 妳如果沒回來 我不知道要怎麼 妳家都沒有錢 妳沒帶我去買 我沒辦法去買 我這手疼多久 疼要一年都看不好了 妳沒回來 我也沒辦法去看醫生 妳媽就是會這樣跟我說 妳爹妳太輕了 真的 而且爸爸又不在了 是不是 對 其實就是壓力會很大 但我們當律師的 遇到的案件 那種勒索那就嚴重了 我遇到太多錢 真的 劇情太冗長了 好 那我先講一個 比較簡短的 有一個太太來找我們 她被老公告離婚 還被告偽造文書 然後還被告侵占 她就告訴我說 其實跟她老公真的沒有關係 可是都被她老公告 那她到底發生什麼事 她說她的家庭是這個樣 爸爸媽媽其實經濟也不太好 自己有一個弟弟 然後呢 自己弟弟是個媽寶 所以這個弟弟 從小到大 就會跟爸爸媽媽說 我要買新手機 我要買新機車 我要買車子 反正虛手無度 可是這個爸爸媽媽 本身也有 沒有這個很好的能力 供給他們 那怎麼辦 就來拜託這個姐姐 你有在賺錢 你幫你們弟弟一個 你現在賺多少錢 不然你就先 讓你們弟弟去買手機 去創什麼 這個姐姐自己生活也非常節儉 然後也結婚了 可是結婚以後 這個弟弟還是 就是越長大 要的越多 一開始要機車 再來要汽車 接下來說她要做生意 要拿個兩百萬開家飲料店 那這個姐姐怎麼辦 姐姐說我沒有這麼多積蓄 而且我原本存了錢 是為了跟老公 要一起買房子的 然後這個弟弟就說 沒關係 我去地下錢莊借 借了以後 來跟媽媽哭 不是找姐姐哭 來跟媽媽哭 跟媽媽哭什麼 媽媽妳可不可以借我錢 如果媽媽妳不借我錢 我會不會斷手斷腳 那媽媽怎麼辦 天啊 媽媽她能想到的事情 只有一件 找姐姐 那媽媽就說 弟弟怎麼樣不關他的事 可是媽媽怎麼樣關他的事 她很痛苦 所以到最後 我們看到的狀況是 這一個太太把自己跟她老公 一起買的房子 偷偷的跑去拿老公的印章 印件證明 去地下錢莊借另外一筆錢 拿去綁自己的弟弟還 好歸路耶 然後這已經很天了 我們已經覺得很誇張了 沒有 地下錢莊要她還錢 還不出來怎麼辦 她居然下海去賣飲 去偷接一夜情 在網路上接客 結果後來被她老公發現了 非常不能接受 那當然後來太太有跟她坦誠 就崩潰了 就說我是因為家裡怎麼樣 家裡怎麼樣 所以人家有一句要說 你要結婚 最好有房 有車有房 然後父母雙亡 就是都沒有其他的負擔 你才有辦法這樣 下一個安全的婚姻 所以到最後 這個老公也不能接受 說你把我們房子弄成這樣 然後你自己還去做這種事情 就算你很愛你的家人 也不能夠做到這個地步 那後來我們也碰到這個當事人 我們也跟她說 你這弟弟真的很糟糕 那你是不是就 不要再幫弟弟處理了 就是就讓她債務 就讓她自己去處理吧 這個姐姐 我真的我覺得 建議她來看身心科 她真的腦袋轉不過去 她說可是我不幫弟弟 我媽媽會死 這連環的情緒 所以她不得不 對 她還是不得不 繼續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我們想阻止她 都沒有辦法 然後我們就真的覺得 很無奈說一個這樣子的家庭 就這樣子一路一直拖下去 一個弟弟搞死全家人 真的會要 她的媽媽知道她女兒 因為這樣下海嗎 後來知道 可是媽媽無能為力 媽媽也是 就是只關心她的兒子 不要被斷手斷腳 上輩子欠的 真的 這一輩子要還的 就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如果父母親 一直持續這樣子也不行 我覺得 我之後就學到一個方法 就是在我父母親 在跟我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媽 妳不要一直講說 我對爸爸好或怎麼樣 我說 所以我覺得不能夠一直 讓她用這種方式 繼續追蹤連鎖的勒索 我覺得那太恐怖 對 就還是要有一個智慧 跟健康的界限 但是很難 人就是七情六欲 那有各方面的情緒 怎麼可能跳桌這些 她就是神了 好不好 但是我會覺得這集很盪耶 很盪 不是 沒關係 就把它當作閒聊 對 然後看下一題要怎麼聊 為什麼要穿這樣 你是做探家女兒 我跟你講 其實我從小 我就是常常會聽到 就是因為難免 我們會有經過叛逆期 你只要有任何一丁點 不順著她的意 她會說 早知道生日你這樣 我早就給你電視了 然後又是 比如說遇到朋友 因為我就是以前小時候 就比較瘦比較乾 然後呢 就是人家過去說 哎唷 你們女兒子怎麼這麼散 三筆八 你是都不會給我吃嗎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鄉下人 就是那種 把這種東西當閒聊 你知道嗎 當打招呼的方式 可是我媽可能聽了 就會覺得說 阿仔喔 哪裡給我吃 都吃了嗎 那肯定是頭髮拔出來 最誇張是有一次 那時候我剛進這個圈子的時候 我只是個助理主持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 其實他們會幫我們準備一服 那你知道其實助理主持 有時候在旁邊 因為穿得比較辣一點這樣 我們是南部人嘛 然後因為那一天 錄完影的時候 是因為我爸爸 然後他們上來台北 然後約了朋友 一起吃飯 所以我要去跟我的家人 一起吃飯 所以我用時間有點趕 因為錄影有點延遲 我就跟那個服裝說 這套可以先借我穿走嗎 我下禮拜帶過來還你 他說好 你走 所以我就穿著衣服 然後裝帶著 我就直接去吃飯 一坐下來 然後我媽就很 就是很尷尬的眼神看著我 然後我爸就這樣 不講話去吃 然後跟他朋友聊天 當我是個空氣你知道嗎 然後他朋友可能也是會說 那你女兒在做什麼啊 我說沒有啊 我就是在演藝圈這樣子 然後他朋友就是那眼神 演藝圈原來都長這樣 都要穿這樣 那種感覺 這時候我媽就更火了 你知道嗎 一吃完飯回家路上 我媽沿路一直罵罵罵 大概吃飯回到我家 大概四十分鐘的路程 我媽沿路罵沒停過 為什麼不注記一點 她就說 大家繼續罵吧 那我就好一點 選錯餐廳了 選錯餐廳 結果我媽就說 你真的很不喜歡 你看你穿成這樣 這叫演藝圈 你好像騙笑的 什麼演藝圈 你穿成這樣 你穿成這樣 就沿路一直罵一直罵 我會覺得說 我好像做了什麼 對不起 我們家祖宗所有 十八代的事情 好像覺得我是一個 很不倫不類的人這樣 然後一直真的是 到了後面我拍了戲 然後漸漸的有人 去跟我爸媽講說 你女兒好棒 我有看他的戲 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才漸漸接受說 我在演藝圈 然後才會覺得說 否則以前他們會覺得說 帶我出去很丟臉這樣 然後看到我那一天 穿那一身衣服 他就覺得你到底在做什麼 那時候真的覺得很瘦小 鄰居是酸不到心理 當然就會講一些 你媽媽聽得不舒服 那你媽媽當然就心裡面 不開心了 對不對 那時候找你出戲了 因為別人等於在笑你媽媽 所以是我的錯 當然是你的錯 OK 我覺得 那真的會很難過 因為可能你在工作 你已經夠辛苦 回去你還不能說 然後被誤會 是 對啊 因為大家都是演藝人員 你們有這樣的壓力 可是問題是我們不是 我們現在不就是來交個朋友 上來閒聊一下嗎 但我媽的一些朋友 他們可能就會看節目 然後就看到 然後就可以打電話給我媽 我媽就開始說 人家說你這孩子這麼大口 我就看著我媽說 我說有必要知道 我就說 對啊 我今年都快50歲了 我本身是個專業的衣飾人員 我也不是演藝人員 我有的是專業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在乎我這個呢 我說小時候 先我黑 我說到這年紀 你還要去管我 現在到底多大 我說 你應該是在乎我的生活 我的專業 我的其他 對 我說我開心就好 難道我現在還要真的是 減肥幹嘛 當然是跟她吵架 我媽到最後真的 我就是不笑 就是活得太自我了 怎麼樣都是我無效 對 我應該想說 對不起 我應該要回去減肥 但是我當然私下回去 我們檢討自己覺得 是不是我們要減肥 可是當下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 面對這樣勒索 我就是不想輸 也不想輸 因為覺得太難受了 為什麼要去面對這樣的壓力呢 當我們回去還是有 檢討自我 有開始默默的減肥 因為反抗的過程中 當回家就背負著不孝的罪命 就唯一會跟我媽 這種抬槓的小孩就只有我 回想說影響比較多的 其實還有一點就是 影響我選科 當初其實有一度考慮過 我想要選外科 可是這時候 心裡頭其實 就會冒出來很小 從小父母就會這樣跟你講 因為我專業成績還不錯 可是生活上面 我就活得比較自在一點 所以我媽一天那種就說 你啊 那頭要不是連在你脖子上 找不到掉到哪裡去了 要不然就說 你千萬不要走外科 我跟你講 你走外科的話 你的剪刀會掉在裡面 你的紗布會再全部都來 我到時候注意的醫療糾紛 我說除了你之后 千萬不要走外科 妳媽講過真的喔 沒有 好不好 人家開刀都還有 護士在旁邊學你的紗布 怎麼可能會有紗布 她可能是生活上會繞動東西 父母親 媽媽就認為她工作上也會這樣 其實是兩件事情 而且開刀房裡面 護士會幫我們學紗布啊 會數紗布啊 數機器 手一片 護士信心就好了 所以沒有這些事情 會有很多 會有好幾層的這種 double check 可是沒有擔心 可是還是影響到我們選客 所以其實父母的每句話 在生活過程中 或多或少還是會影響到 不會啦 你知道我們節目 我們已經落下一個深刻的印象了 你是不是比較ㄎㄧㄤ的啦 但我覺得你最近真的瘦了 沒有是真的 我覺得你真的瘦了 還為了今天這個話題送的 不是啊 是因為我媽前陣子 勒索我了 成功了 她可能還滿成功的 她要成功付出你了 所以我們說 到底控制型的父母 有哪一些類型 我們看第一種類型 其實就是她永遠覺得 自己的孩子不夠好 可是你看她在心裡 到底是怎麼了 其實就是說 她覺得我自己本身 就是這個工廠就沒有很好 那我這個工廠產出來的產品 產出來的孩子 又可以好到哪裡去呢 所以因為我自己就覺得 我自己不夠好 所以我就對孩子的很多行為 我就要很小心 很小心的去操控她 這是第一種類型 可是第二種類型 我們會說 她其實是無法被拒絕的 但為什麼無法被拒絕 是因為她覺得 如果你拒絕我 你就是不愛我 你就是不在乎我 你怎麼可以呢 我綜藝很有Feel對不對 好 所以你知道我真的遇過一個 就是她嫁到國外去 然後她回來沒有跟媽媽住 因為她跟老公住旅館 然後媽媽說 你不跟我住喔 你確定不跟我住 然後後來媽媽就 一氣之下 就躺在床上三天 就病倒三天 然後她就是一個 很典型的情緒勒索 因為她覺得說 我就是用這種我病了 我在就是自虐的方式 來讓你覺得你很可惡 你怎麼可以就是 對媽媽做這種事情 可是你知道女兒 就後來三天之後 還是沒有回應媽媽的時候 媽媽就覺得原來這招沒笑了 對 媽媽就自己爬起來 對 可能爬起來 怎麼辦呢 總還是要起床吧 對 就自己想辦法 就是過生活這樣子 真的 那我們說第三個呢 第三個其實就是覺得自己很強 很厲害 很棒棒 我說這種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 她覺得自己是黃阿馬 黃兒娘 就是我就是王法 你應該要聽我的 如果你不聽我的呢 就是十大法 那或者是另外一種是 她如果一路長成 就是覺得我就是很厲害 我是精英型的 那如果我看到你在念書的方式 我覺得 你這種念書的方式 你怎麼聽得上你爸 你不要給我爸 你不要給你爸 這樣丟臉好不好 你念書好好念 就是這種黃阿馬型 或者是精英型的 父母就會對孩子的很多行為 有一種操控 但是你知道他操控 背後還一定會跟你講一句說 你不要看我對你嚴格 對 一定要加這一句 一定要加這一句 所以就一切的控制都理所當然了 我們現在講的說 我們上一代在控制我們 對不對 現在我跟你講 時代已經變了 你怎麼被你孩子勒索的 他也不用勒索 連勒索不用勒索 那表示你很好耶 真的 我們就怕孩子不開心 他過得不好 心情不好 或怎麼樣 工作不順利 我們處處在關心 在觀察 怎麼樣讓他更舒服 更開心 更好 真的 其實我也很有感 不是我個人 我遇到一個狀況是這樣 父母親其實非常有成就 他們本身是一個 上市公司的總經理 所以他管非常多人 那生了一個小孩 他就一直覺得 這個小孩不夠聰明 所以他要做什麼 這個小孩子就送到國外念書 補習 家教 那這個小孩當然他就覺得 我父母親這麼優秀 這麼厲害 對 所以我只要闖禍了 就找父母親就好 可是這父母親加倍奉還 你知道我們遇到一個 學校小孩回來說 爸 我被同學霸凌了 我被同學脫褲子 就國小時候這種事情 那另外一個 那個另外一個同學是誰 那個爸爸就很生氣 那同學說他爸爸是另外一家 什麼大公司的什麼經理 什麼什麼 這個爸爸抓狂了 你知道 不是 買下是一種 第一件事情是 明天就找了律師團 馬上找我們 要找一團律師 第二件事情 找立委 找立委 直接去找校長 第三件事 就像你講的 那一家公司是什麼公司 我看我的公司有沒有 跟他業務上有往來 我就直接去弄那一家公司 天啊 然後我們就想說 怎麼會這麼認真 小孩或許事情沒這麼嚴重 只是小孩把他誇大而已 可是好像搞得爸爸好像 就要把他砸下所有的力量 然後要把這個人掐死一樣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現在社會這種父母 那養出這樣的小孩 那這小孩將來怎麼辦 他勒索 情緒勒索他的爸爸 可是他爸爸開始 情緒勒索了對方 對 整個就 他不是要去攻擊對方 是啊 就去攻擊對方 所以這個小孩以後長大 就是我怎麼有事情不開心 我就找立委 我就找議員 他找他爸 他爸就負責處理全世界 所以這父母親 他一定要有正確的一個價值觀 我們講我們說 對下一代好的是說 反過來了 我們現在比較希望孩子是 開心快樂成長 我們不希望把我們的壓力 加注在他們的身上 我覺得聽剛剛那個心理師在講 就黃阿媽 黃兒娘型的 我就覺得 綜藝的媽媽 有點這樣的味道 對 我媽媽也是 我還能回家嗎 這樣 我媽媽一起去 我媽媽一起去 加一 我的兄弟姐妹 他們就比較聽話 比較不會反抗 但我覺得我就是 比較會反抗 譬如說我小時候很想 參加田徑隊 我爸媽說不要會影響功課 我說不行 我要參加 就是不會聽話 叫做哪一種 所以一直到 那我也是他們就期待說 那妳對別人要求 可能沒那麼多 所以說妳成績就應該最好 妳應該要去念北宜女 我就趁他們的 就從台中 跑到台北來考試 要不然我本來只想留在中部 那考上了之後 我媽就說那台北競爭很大 妳要去補習 我說不要 我覺得我不要補習 我跟就是考上台北學院的時候 為什麼 好看 她就覺得妳不聽話 我就跟妳講 妳為什麼不去補習 妳如果好好補習的話 妳也說妳現在應該希望台大 妳在考上總統府嗎 考這樣子還要怎樣 她會 可是我就覺得我這個人 心理素質很好 我就承認一下 我就說妳怎麼會不滿意呢 妳這樣妳怎麼還會不滿意呢 如果妳這樣 我們全班都要去死嗎 妳就說 我就直接回我媽媽 我就覺得我就痊癒 我就沒有被特殊到 可是這件事情妳知道嗎 馬上有報應 到了我這個時代 我就真的覺得說 我要控制自己 不要進入那個 所謂的金型或那種 是喔 黃黃的兩個 因為我還是會有一點點 會想要覺得對孩子的成家 會修正 我所期待 對 我小時候我永遠記得 我小學三年級 四年級的時候 有一次我考全班第一名 而且那一字的第一名是 大概有三個還是四個 是並列第一名 但是沒有滿分 比如說滿分是600分 我考598分 為什麼沒有滿分 對 她沒有看氣說 好棒喔 你第一名 她就說 妳為什麼沒有滿分 我心裡就傻眼 我說我第一名 所以我女兒 我們當時我看到 那母女考成績 其他成績都還不錯 就是都有達到直升的標準 那我們目標 就設在要直升 那她都有達到標準了 可是我就說 妳覺得妳這樣 妳還在努力一點 妳還在努力一點 妳媽媽上身 我說妳覺得妳這樣夠好嗎 結果我女兒就這樣看 我說 有什麼不好 難道我們班班現在沒指示 妳都要去死嗎 終於模樣了 這句話我三十年前 我好像講過 一模一樣的話 就... 報應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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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都自我自 對... 所以我女兒也過得很好 我也在守不了她 像我們這種父母最好 她考得不好 沒關係 開心就好了 她不想讀 不想讀不要讀 對 沒進去就不要念沒關係 我們這種父母心有什麼 真的 行行出狀語 不要怕 健康平安快樂就好了 你看看下個狀況 哪些狀況 我整年都待在台灣 還要照顧妳的父母 聽完剛剛這些 這好像還好 沒有 因為我是很... 我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就是 那時候疫情還沒開始之前 我們就每年回去 因為她是老師 所以她非常on schedule 知道任何連假什麼 她都第一個知道 所以她都會第一個跟我講說 妳是不是 今天連假有四天 妳要不要回鄉下 所以她都在提醒我說 我要回去看我父母親 然後我只要回去 你們知道說 我就是都要伺候我父母親 她就hold在我家幫我顧小孩 對 然後幫我處理一些家裡面的事情 拜拜 幫我辦東辦西之類 所以她幾乎是 她沒有工作之餘的時間 全部是真的奉獻在我們的家庭 跟我的... 照顧妳 對... 所以然後但是每年這樣回去 我說每次要回去 要訂機票的時候我就覺得很... 因為我們兩個都不能夠工作 然後而且要燒很多的錢 因為我回去總是因為在... 機票 而且你回去總是不能夠讓人家覺得 對不對 我們就是什麼東西 我們都在付錢 所以每次回去都是50萬以上 我就覺得壓力真的很大 然後那一年我就... 她又跟我講話要訂機票 我就說 那個...我要不要今年不要回去 妳說什麼 我說我整年都在台灣 然後我都那麼照顧妳的家庭跟妳的父母 妳就是陪我回去美國一個月 這樣子不行嗎 也是有道理 是有道理 是有道理 還滿有道理 是嗎 地板有道理的 可是怎麼辦 可是我真的覺得弟弟我好累 而且因為我hold在那邊 我跟你講我站在那邊 還真的很無聊 好道 她就回去真的 因為我們是農場 她就會幫她爸爸就是砍樹 然後蓋雞舍 然後圍裡 好多事都可以做 早上五點就開始忙了 我一整天都看不到她 那我幹嘛呢 我去她家裡面煮飯 顧小孩 然後那時候我想說怎麼辦 她講也沒有錯 但是我真的很不想回去 之後我想一想說 我總是要找個辦法解決 因為我如果回去不開心 我覺得對她也不好 之後我想一想 我真的覺得就是 因為我平常說是上了滿多那個 身心靈課程 或是一些有的沒有的 是溝通課程 或者是兩性關係課程 我突然就說不行 因為我這件事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我們資金會變成很大的裂痕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我就跟她講說 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說妳是一定要回去 妳一定要回去 因為妳父母經年紀都大了 妳一定要回去看他們 因為非常重要 首先我第一個講 就是妳先自己給人回去 她說我不要一個人回去 我一個人回去幹嘛 那個她每次要看 阿公阿嬤都想要看 孫子 對 我說好 不然這樣子好了 妳每一年 一個大的回去 對 我說妳先帶姐姐回去 因為姐姐回去 因為姐姐夠大了 然後跟她的親戚什麼 她可以一起玩 所以妳也不用照顧她 妳就好好的幫家庭 然後妳就是阿公阿嬤還是可以看到 看到孫子 看到一個孫子 妳下幾個 我家有三個 很聰明啊 是不是 妳好優秀喔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 她講的真的沒有錯 妳太完美了妳 她講的真的沒有錯 我要沒有結婚的話 怎麼樣 所以又跟我說 有些錢可以花 但是我們要花 就是我們不要有壓力太大 我說妳完全不用陪我出去玩 妳就好好的伺候妳的家庭 這樣就好了 所以就把這件事情搞定了 我們再來看 你技巧很差耶 到底有沒有經驗啊 對啊 怎麼會有講這種話 有 就是有 就是有 是妳嗎 妳的親身經驗 我來找妳的 對 這種話我常常聽到 都不好意思講自己 我知道 我知道 這個人其實才三十出頭而已 因為女生來 她說 我要看高潮困難 妳會DIY嗎 她說會 我說可以高潮嗎 她說可以 我說妳沒有問題 那是怎麼回事 她說還有婚前 到現在已經兩三年 都沒有辦法高潮 我說 往前就一直回顧重前 一直講 講了半天 她說 她竟然提到一段說 不只是這樣 我老公現在都不找我了 我說多久了 她說超過半年了 我說那半年前發生什麼事情 她說這半年來 我甚至半夜看到她開的那個 到客廳去看電視 再看那個A-Pen 在DIY 她也不找我 所以她心裡很受傷 她半年前就 就是有吵架 她又不願意講很明白 我說說 那不然妳老公會來嗎 她說有 我說那妳可以出去嗎 妳出去叫她進來 她說半年前很傷人 就是我那時候 其實想說有困難 確實她也承認說高潮有困難 溝通的時候 後來她就去東看西看 學習很多 那結果有一次 她就幫她前夕的時候 口守並用 她說 那麼用力啊 那痛死人啊 妳技巧那麼差 到底有沒有經驗啊妳 她貼了以後 馬上就六點半了 真的 心底湊著很大 是啊 從此以後試過幾次 都是六點半 然後她說 我 我現在就是 我沒辦法跟她做 因為我要靠近她的時候 妳想到這句話 錯傷 錯惹非常大 最後兩個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說 這樣子 這叫溝通這事情 性溝通 第一個 你不能在床上溝通 不能當下溝通 當下溝通一定完蛋了 我說你要理性溝通 不要指責對方 然後你要那個 不能夠比較 你要學會用肯定句 不要用否定句 我覺得 老公我覺得 如果能夠輕一點的話 人家覺得更舒服 用低人稱 用肯定句 會再更好一點 所以像這些情形的話 就是說 我覺得說 你們的溝通 可能要去找諮商專家 去談 好好的談一談 你們學會這樣以後 你們將來就會變得更好 其實你們都互相都很愛對方 然後都沒有惡意 就像剛剛很多人的媽媽 其實都沒有惡意 你看他們的媽媽都很愛他們 但是一樣 這夫妻也是一樣 結果搞得 你看他把他搞到這樣 他說其實我真的不行 他說你知道我本來就是已經 年輕人嘛 三次而已 我本來就不是很持久 就有點早洩了 我說這個也有藥 你去找咪尿科 現在都有藥了 天啊好辛苦 還好願意就醫就很棒 對 他先生後來我跟太太講一句話 他說 因為很多先生是不肯來的 我這邊也有遇過一個就是 因為姓氏不合來有九成的 那他其實是 其實大部分的媽媽 在生完小孩之後 就是身材很難說 一下就恢復原一樣 那我這邊就有一個年輕媽媽 她生完兩三個月 然後她體重可能還是多了 她平常的大概八九公斤 還沒有瘦下來 先生就看到他說 她在吃一些就是蛋糕類的東西 然後先生就很生氣說 你又沒有在餵母奶吃 這麼多幹嘛 天啊 對 然後太太就很難受 就覺得大受打擊 想說我為了懷孕十個月 然後為了你 然後忍受這麼多 然後身材變形 然後還要這樣子念 我想吃個蛋糕休息一下 因為剛剛照顧小孩子都很累 我想吃個蛋糕休息一下還不行 所以他們就因為這樣子 他們就開始房市 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因為太太就開始 對自己的身材沒自信 然後就覺得先生會嫌她 所以他們然後溝通上 也開始出了問題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她會不會是產後憂鬱 有 所以後來就是 太太就來這邊 先生有陪她過來這樣子 對 然後其實我們在對談之後 也是跟她稍微說一下 因為先生說 其實我會這樣講 當然也是有一方面 希望她身材趕快受回來 但另外一方面 是因為擔心她 因為她在生產的時候 在懷孕的時候 有被診斷是 就是人臣糖尿病 就是在懷孕的時候的糖尿病 所以她就希望說 她可能是要控制飲食 要不然以後會變成長久的 第二型的糖尿病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 說話的藝術 對 那夫妻這邊其實 常常會有一些雷 就是不要亂踩 比如說就是有些夫妻 她會比較愛抵较 她可能會露罵對方 在外面就是 有時候朋友聚會的時候 都要給另外一半有些面子 尤其是人家會覺得說 你在外面都不給我面子 我覺得在家裡面就是 會覺得地位變得很低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有一種 就很常見是 就比如說什麼東西要怎麼擺 然後東西吃完飯 趕快拿去洗碗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我就是吃完飯 想要在那邊看一下電視 對 然後可能就是 另外一半就覺得不行 這樣就是很骯髒 那第三個就是說 很容易有些人會 而且抱怨可能這件事情 吵架吵一吵 然後抱怨 她會抱怨十年前的事情 會拿出來去吵 異性這麼好 對 然後越講越生氣 然後就辛酬救恩 一起來這樣子 那第四個就是說 有些夫妻是 他們不太公通的 就是用 不說話這樣 冷暴力 對 冷暴力 然後可能在某一天 開始講話的時候 是因為小孩子可能 什麼家長會 然後才開始講話 有些夫妻是 用這樣的方式來溝通 這也是很容易 讓夫妻失和的原因 然後第五種就是 會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 就是有點用 情緒勒索的方面 我說什麼 你都要聽我的 因為你對不起我過這樣子 我最怕冷暴力 冷暴力 我跟你講 我老婆是金牛O型的 可以多久不講話 我跟你講 你撐得住 可以兩個禮拜不跟你講話 你撐得住 撐不住啊 那你整個不斷 你說啊 為什麼 你說啊 他就不講話 三個月不講話 很恐怖 我以前其實也屬於這樣的 但我現在慢慢的在調整 因為我覺得那會讓關係疏遠 不管男的錯 女的錯 講出來 他講出來就討論怎麼改 對 你一個不講 他也不知道你為什麼生氣 所以後來我們滿滿滿 就會造成嫌隙 而且有些東西 根本是我自己錯想了 然後延伸很多問題 對... 跟你說一個 就是他都有講出來 看你瘦不瘦得了 他講的是囉嗦型的 就是 然後他們來找我是 因為他們已經吵架 吵到很受不了 但是他們吵了半天 他們還是不分開 那吵什麼呢 就是老公他有時候就是 需要去應酬 然後晚上就沒有要回家 然後老婆一聽到說 怎麼你又要應酬 跟誰 有沒有女生 然後就很生氣 然後就一直傳訊息 然後老公一直在忙 然後想說反正7點要去應酬 等一下要去哪裡 地點在哪裡跟誰 我再通通告訴你 老公就這樣子刷刷 然後老婆就在那個3點到7點之間 然後接下來就是狂打 然後就是未接...對不對 然後7點15分 終於老婆接上線了 然後老婆就劈啪開始大罵說 你為什麼不跟我聯繫 你為什麼只講了一句話之後 你就斷線了 你就走了 然後就非常的難過 然後就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 在你的工作上 花這麼多時間 在你的朋友身上 我呢... 然後你知道 我少拿一桶水潑他 冷靜一下... 對啊... 你剛剛受到要冷 那是超熱的 好... 然後老公就開始... 一開始先安撫 就說... 好啦... 就是我就講說到了 再跟你講嘛 你不要這麼生氣 然後大概講了15分鐘 老婆還是都這麼熱 有沒有 然後老公後來就受不了說 你到底這隻脾氣是怎麼了 跟你講多少次了 我現在在應酬 你為什麼要這麼生氣呢 然後接下來 老公就講說 你也不想想你的臭脾氣 也只有我可以忍受得了吧 這樣子講 然後後來 其實他們就這樣談之後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為什麼他們一直吵 這個循環很多次 一個禮拜想想 老公要應酬大概3到5次 但是其實老婆 最生氣的地方就是 你為什麼這麼多這些聚會 都跟人家聊天聊得很開心 你跟我沒什麼話聊 然後我每次跟你說 我們週末出去玩 你為什麼都不願意陪我出去玩 但是老婆其實最終 她最核心的要求是 我很希望我們多一點 兩人的世界跟兩人的空間 但你都不給我 她很難過的地方在這裡 所以我們說 你看夫妻吵架 到底在吵什麼 其實有時候吵的 就是那一份在乎 抱怨的形式之下 你要求到的其實是 就是對方會覺得很受控制 那如果你現在 對 如果你現在可以 好好的去跟對方說 寶貝 我們什麼時候 才有兩人的世界 你不覺得 狀況就會差很多了嗎 對啊 我們看下一個 我一輩子都不會 真的成為你媽 她是一個男生 她是當老師的 那娶太太的時候 就有跟這個太太講說 你將來可能是要進到我家來 然後我們會住在一起 會跟我的媽媽住在一起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再嫁給我 所以她覺得說 老公孝順是好事 她也願意去孝順 自己老公的媽媽 所以當然就很開心的 就結婚了 裡面三房兩天 就本來爸爸媽媽住一間 哥哥住一間 還有一個妹妹住一間 那妹妹還沒嫁 就小姑 她就自己住一間 然後哥哥就跟太太住在一起 她希望說 太太結婚以後 你可不可以就不要工作了 那我會照顧你這個家裡 這個生活費用 你就好好的照顧我 跟照顧我的媽媽 這個太太也很任命 她也很願意 她希望說只要你願意 大家都把這個家顧好 我覺得我們生活是很棒的 可是麻煩來了 這個小姑她就覺得說 現在哥哥娶了一個太太進來 然後我就住在這裡 那媽媽也年紀越來越大 會不會等到有一天媽媽走了 哥哥就說 媽媽留下來這個房子是她的 所以我就要被趕出去了 所以她就心裡一直覺得 我不希望這個哥哥的太太 就她的嫂嫂一直住在這邊 她很希望這個哥哥嫂嫂就搬離開 或者是就離婚 反正就不要影響到她 住在這裡的時候 那小姑是很好的 那麻煩就來了 這個媳婦也對媽媽真的很好 例如說洗衣服 煮飯這些 可是小姑就會偷偷跟媽媽講說 媽 我告訴妳 她故意你的那個衣服都沒有洗乾淨 講久了慢慢媽媽就會有意無意的 注意一下自己的衣服有沒有洗乾淨 那當然偶爾會發生 例如說領子可能沒有洗乾淨 或者是一些貼身衣物 可能沒有那麼乾淨 她就開始也對這個媳婦有點微詞 那後來包括煮飯也出問題 煮了一桌飯 大家也就吃得很開心 但小姑就會偷跟媽媽講 因為她希望妳吃鹹一點 可能早一點就走了 可是這個媳婦說真的 她也知道 因為家就那麼大 她有時候會聽到 小姑偷偷的在跟媽媽 滴滴姑姑講什麼話 講她的壞話 可是她心中雖然很委屈 但是她頂多也是 跟自己的老公抱怨說 老公妳可不可以跟妳妹妹講說 我真的不是這樣 可是對這個老公來講 那妳下次就煮清淡一點就好了 那這件事情就這樣 對她來講好像不是什麼大事 好啦 到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 吃完了 這個媳婦就切了一盤芭蕾 來給媽媽 來給小姑 來給自己的老公吃 一吃 有個籽沒有清乾淨 小姑就說 媽媽 她那個籽沒有清乾淨故意給妳吃 是希望妳被噎死 結果這個媽媽 聽了聽了以後 居然就跟這個自己的媳婦講說 就是我覺得妳在做 這也是事實 是啊 但是她講這個話 意思就是 我知道妳沒有真的要對我好 可是這個話 一聽到這個媳婦的兒子 對 她真的覺得 她真的覺得說 我做了這麼多的努力 就算被誤解 我覺得我只要認真做 妳一定可以體會到 但沒想到 妳最後給我下一個結論是 妳這輩子都不會是我媽 那我真的就不要妳這個媽了 所以她最後就選擇 要跟老公離婚 來打離婚訴訟 那家人她有事 為什麼會把小姑嫁出去 對啊 嫁不出去 不能嫁出去 那是這家人的故事都有問題 小姑很受傷 因為她就是一直嫁不出去 對 這個一個大概八十幾公斤的 這個女生來瞞診 那來一看她身材說 我一聽就知道 大概八九不離十 多讓去卵巢 可是後來發現不對 她的前一個 前一個那個裡面 抹片檢查的那個太太 好像沒有要離開的意思 我說請問她是 她是我婆婆 我說原來是這樣子 難怪剛才那個護理師跟我說 這位是指定妳做抹片 我心裡想 抹片還要指定我做 原來目的是要 看她媳婦在看什麼病 你知道嗎 她說那這怎麼處理 我說如果抽血結果還是這個病的話 妳必須要吃藥什麼什麼 妳要懷孕的話要用什麼 不懷孕要怎麼樣 然後 重點妳還要減重 我常常說這句話你知道 不過我就發表了 吃那肥 這是怎麼生的 這麼大塊 OK 不然要吃下去 生雞蛋的也沒有 半甘肺 半甘肺也有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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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不好聽得傻眼的 一隻咖啥怎麼不省 講得很毒 那媳婦都開始掉眼淚 後來我們知道說 這個有問題 我就跟她說 這樣子 這個 這個可以減重的 我們有減重門診 妳也可以找營養師什麼 就介紹她一大堆東西 後來我就發現說 像這種 這種那個媳婦 其實有時候她想要逃避這個東西 連門診都沒有逃掉 你知道嗎 這不知道她是掛號的時候 被她去發現的時候 真的 真的 隨時監控 所以 真的 我覺得大家其實應該是 開誠不公 很多事是可以好好溝通的 但講話講成這樣的話 太傷人了 是 好啦 今天我們討論的都是我們 每一個人的七情六欲 很精彩 親情 友情 愛情 都會發生的 所謂的語言的勒索 或情緒的控制等等的 但是在任何關係中 感受到這種無息壓力 其實都要適度去釋放 我們也可以自己一點時間 空間 去休息 走一走 放鬆都好 對不對 我們大家永遠的心理 生理都健康 謝謝 謝謝 謝謝